S gravelans 我們已介紹過最高深ней與最前沿 tubing的宇宙理論 是時候回到一些貼地討論 還有更高深及抽象的理論 例如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的婴儿宇宙 即是BB宇宙的其中一个 甚至说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一个全式影像 英文就叫做Hologram的一个投影 不过这些我们听过就算了 我就不会在这儿作进一步的探讨 好了 说到人类在空间里面的位置 不如让我们从人类的共同家乡出发 这个家康是什么呢 不需要我说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地球 地球究竟有多大呢 在这个噴射客机和互联网的世代 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去到很远的旅行 特别是 我当然是指大瘟疫之前 现在大瘟疫就没办法了 但是我们就好意有一个错觉 以为地球其实不太大而已 这个当然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地球是比我们一般人所想象 当然一定要大很多的 就要我本人生于斯 长于斯的香港岛为例 我们现在收听收看的 很难住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不过有些住九龙 有些住新隔 我就是在香港岛出生 最先在香港岛居住 大家如果打开香港地图来看看 你是否觉得香港岛的形状 是和一种动物都很相似的呢 其实每逢我去一些学校 甚至一些小学 我都会问一些学生 很多都答到 就是像什么 像一只青蛙 确实的 这只青蛙的头是向西 而屁股是向东 也就是说 他每天都是以屁股迎接日出 然后陷情默默地看着他太阳 雄日西沉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只青蛙 由西到东 即是跨道究竟有多大呢 我曾经认真地量度过 当然不是用一尺去量度 而在地图上 按照比例尺来计算 我就知道原来这只青蛙 它最大的东西跨道 大概是14公里左右 即是13点多 接近14公里 为了了解地球究竟有多大呢 现在就让我们以 连哈利波特 都要金拜下风的魔法 超过魔法 将整个香港岛 移到地球的尺度之上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需要多少个 如果这些香港岛或青蛙 首尾相连 才可以移住地球的尺度呢 那当然 这就要我们知道 地球的线州是多少 首先 我们要知道地球的直径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 地球的直径 如果穿过两极 和是环绕的尺度 是有所不同的 因是地球的自转 令到直径的尺度是大一點 不過這個相差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我們在太空人拍攝地球的照片 你都覺得它真的很圓淋淋 嚴格來說它不是一個正球體 但是我們簡單地當作是一個正球體 它的直径是多少呢? 我們兩邊加上隨意的尺度 或者兩極 我就拿一個好意記的數目 就是一萬二千八百公里 它是大一點點的 但我們不要緊 我們就是所謂Round up 為什麼呢? 因為一二法 然後加兩個零 你知道香港人喜歡好意頭的 你說一二法多好意頭呢? 一二法零零就是它的直径 所以它的圓周就是整個圓周率 可以成3.1415926幾幾幾fy 不用太多個數目 3.1415都可以 這樣得出來的這個結果 其實很接近四萬公里 哦!那就很容易記了 地球的圆周大概是4萬公里 但如果我給14公里來除 那結果就是我們的答案 答案是多少? 原來大概是2872隻青蛙 就算我們將零頭不計算 也要成2800個香港島首尾相連 所以環繞地球一周 我住在香港島這麼多年 但如果你問我 是不是到過島上的每一處地方 答案當然不是 還有很多地方我都未去過 而且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 也不可能是游遍香港島每一個角落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2800個香港島 多久才能游 但大家更加不能忘記的是 即使我們真的游了2800個香港島 也只不過是環繞了尺度一周 你知道 就算一個多大的地球而上 這個香港島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因為是細島 但現在我們說的是整個地球 所以你說整個地球的面積 是大得多交關 大過這個 2800個香港島多少倍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這樣看 我們經常說我們住在地球上 但實際上我們只是居住在 這個星球最表面的一層外殼之上 大家當然知道這層外殼 即是說固體那層 不要說海洋和大氣層 我們就叫做地殼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地球的地殼究竟有多厚 科學家的研究 就告訴我們 地殼的平均厚度 就是45公里 這是平均數 因為在大陸的深藏地帶 例如喜瑪拉山 這些高原的地方 它就厚很多 在大洋深處 海藏和地殼 就會薄很多 但不要緊 拿這個平均值 這個45公里 比起14公里 香港島 似乎不小 但原來跟起地球的直径 比上來真的微不足 記得嗎 一二八零零 那地殼的比例有多小 或者多薄 我們可以想像 隨便拿一個 又大又甜的紅蘋果 就算了 原來蘋果皮 比起蘋果 其實已經是 厚過我們的地殼 比住我們的地球 所以更加貼切的比方 就是拿一隻 煮熟了雞蛋 但記住 現在我們不是說蛋殼 蛋殼實在太厚了 我們撕掉蛋殼 但大家都知道 撕掉蛋殼後 還有一層衣 還有一層薄膜 通常有很多 如果是男子頭 不管那麼多 就照吃 如果是女士們 要求高一點 就撕掉一層衣 才會吃 那隻煮熟的雞蛋 但是 我現在想說 其實地殼 之於整個地球 就等於 這個雞蛋 那層衣 是比起 整隻雞蛋 你說多薄呢 地殼 下面 大家都知道 越下去下面 溫度就越高 所以 有火山爆發 有熔岩 下面 其實 能夠熔掉一切的生物 過千度的 岩漿 非常濕烈 當然 這些岩漿 比起我們 地深 大概六千度的高溫 都只不過是微溫 好了 現在等我們回到地球的大勢之上 大家都應該聽過 《80日環遊世界》 這本名著小說 也拍過不止一次電影 其實在150年前左右 即是這本小說 即是面世的時候 原來《80日》已經是環繞世界一周最短的時間 但是到了今天 這個時間已經大幅下降了 大家如果是坐最快的飛機去環繞 可能是十幾個小時 但是 最快的當然就是太空船 因為現在 太空船環繞地球一周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即是90分鐘 當然 能夠以這樣的時間環繞地球 都是極少數的 那些太空人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都很難想像 即使對這些太空人來說 這個這樣的時間 是能夠進一步互縮減 為什麼呢 原來 因為太空船環繞地球 是一個半小時 是說它差不多是剛剛 在地球的大氣層以上 在太空上的太空上進行 這樣呢 理論上 如果按照萬有引力定律 如果我們把這個高度降低 即是它更加貼近地面 它環繞地球的時間 可以進一步縮短 但是如果這樣的時期 它就會進入了我們的大氣層 就會 以這麼高速的運動 就會和那些空氣 會產生劇烈的摩擦 所以是不實際的 甚至是得不常沙腳 大家當然知道 宇宙中最高的速度就是光速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 就是每秒30萬公里 這個速度之高 其實是超乎我們日常的體驗 即是我們一亮燈 就已經有光 例如一個拉開的簾 光就射進來 好像不需要時間 但其實當然不是 以在亡亡宇宙中來說 這個光速 其實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高的 好了 但如果我們說回地球 光線 其實理論上一般 在真空 只能夠直線去行走 就不會轉彎 但譬如我們假設不要緊 假設它會轉彎 轉彎就是說 假設1秒30萬公里 即是有多遠呢 如果可以在地球表面走 原來1秒 它已經可以環繞地球7周半 7次還可以 快點多交關 好了 即是說 如果剛才還說 這個 有這個環繞 如果成一成 即是7倍多 即是說 是2萬多個香港島 剛才一周是2,800個香港島 你想想 一秒就可以跨越2萬多個香港島 其實這個已經超乎 一般的生活上的想像 是吧 如果我們看過 現在地球是多麼龐大 我們又要看看 它在真是茫茫的太空裏 其實是多麼渺小 首先 讓我們離開地球 前往最接近我們的天體 大家當然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衛星 就是月球 首先我們看看月球的大小 假如我們用一個籃球 來代表地球 月球很容易 差不多等於一個成年人的拳頭 即是等於我現在的拳頭 但這個拳頭 會處在一個什麼位置 即是離這個籃球多遠呢 讓大家猜一下 是五個籃球那麼遠 十個籃球那麼遠 還是二十個籃球那麼遠 都不對 原來這個拳頭 是要放在這個籃球 即是離這個籃球 是三十個籃球那麼遠 你沒有聽過 是三十個籃球 所以你說其實是多麼遙遠 但它已經是我們的近論 是吧 可以說 太空的遼闊 可以說可見一班 月球 是現在人類唯一 是踏足過的另一個天體 即是地球以外 太陽神的太空船 即是阿波羅 從地球 即是飛到月球要多久呢 大概要飛三日幾的時間 你可能以為 哇 三日幾是否太空船的速度太慢 尤其是六十年代 上世紀 即是1969年首次登陸月球 原來是七十年代初 但是 一點都不慢 當然是事實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太陽神太空船 即是 由地球飛越球的速度 即是在中間的平均速度 是快過地球上最快最快的子彈 你可以想像 原來那三個太空人 坐了一顆超高速的子彈之上 好了 如果以光線 飛越地月的距離 又要多久呢 我們一計出來 答案 原來是1.3秒 即是 月球上的太空人 如果要和地球上的控制中心 指揮人員 大家通話 原來一來一回 是要兩秒多的 因為 無線電波的速度 都是光速的 離開了月球之後 最接近我們的天體 就是金星和火星 其實是叮咚碼頭的 就看看他們 在軌道中的哪個位置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跳過這兩個行星 我們就去到一個最重要的天體 對我們來說 就是太陽 太陽來我們 有多遠呢 原來是1億5千萬公里 這個距離當然是名符 其實我們叫做天文數字 但是要更加容易掌握這個距離 就讓我們再次利用光線 即是跨越這個距離所需的時間 原來光線從太陽的表面 抵達地球 是需要8分20秒左右 我們可以將這個距離 就叫做8.3個光分 因為它有這麼多分鐘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原來我們現在 這一刻所看的太陽 不是真的這一刻的太陽 而是8分多鐘之前的太陽 至於這一刻的太陽是怎樣呢 或者它現在正在發生了一個大爆炸 也不一定 我們理論上是沒有人能夠得知的 而必須要等到8分多鐘之後 我們才可以觀察到 留意 我說我們永遠沒有人能夠得知 這一點 就真的不是因為我們的儀器 就不夠先進 或者看遠鏡的威力不夠強大 因為即使我們將來發展出更先進 更強大的觀察儀器 所以我們都不可能打破8分多鐘的時間極限 除非我們能夠論證到光速不是宇宙裡的速度極限 或者有一個更快的東西 更快的光 逆跡呢 等於我們是推翻了愛因斯坦所建立的相對論 因為相對論一個最重要的基石前提 就是光速極限 當然我們不能夠很武斷 這絕對不可能 但是 百多年來自從愛因斯坦建立起的理論以來 無數頂尖的科學家 都嘗試找出它有沒有什麼錯漏的地方 而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成功的 如果你已經成功了 即是十個諾貝爾獎就獲得了 妳看 在這裏的地方 我們坐在這裏上 我們坐在那裏上 我們坐在那裏上 不開大家 IL 我先到那裏上 我們坐在那裏上 我們坐在那裏上 一會兒 失敗 我們坐在那裏上 感谢观看